然后第一个动作我们向外压推的时候 一个是在肩脚骨这边的位置 一个是在臀部上方这边的位置 把这边的肌肉和他的骨骨做展开的动作 这是第一关的吗? 对 大的压推 大的压推是两边都施力 然后把它展开 身体可以稍微踮脚尖 因为我的手要垂直 身体要垂直 身体有一刀下去 那它是这样开 好像并不是屈指的样子 手要垂直 对 就是你身体下去的时候 你的手是往外打开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 下面的那个小肩 在腰部的这边 这边是互助的 是不施力的 然后这边是施力 这种腰部其实更好 所以这个稍微互助以后 直接对开 这样子 这个不施力 这个不施力 这个才是力 这个不施力 这个不施力 这个才是力 然后我们就可以往后拉 往后拉的方式 有几种 一种是你可以 这样子 直接往后拉到这里 后 这边 往下 往下 走 好 你们自己步驟的时候 如果你很怕露馅的话 可以 перепсь 往上点了 也是要露到这里 好 那 如果说你的下面很干净 是在一個高級的SPA 沙漠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往下啊 因為它有奇怪的一個療癒效果 就是它利用毛巾拖拉的漱口 讓毛巾跟它的皮膚有接觸 然後可以讓它有復順的感覺 前提是這個環境地是乾淨的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不要這樣拿 好 我還是要把它拿到 現在也是變得定的 好 好 後 改記大概算好幾 後 後 重點被抓 你吃了 好 好 來 然後我們開始給我補順 補順的時候順便上 然後 這邊可以用 會含油的話,可以這樣子含到這裡 甚至含到上面都可以 那這個時候,我下去的時候 這個,這邊的油可以上去,有沒有 好,我補面上油,所以不一定只有孟姿勢 全部都要上油 好,那如果油不夠怎麼辦 我再示範另外一種上油的方式 老師,現在如果油不夠了 好,那這個時候 我的手還是在上面沒有跑掉 可以用這樣的上油方式 如果你沒有辦法像我這種 習慣去含油在手上的話 會不會吸收 這樣會先吸收的 一般會啊,這樣比較高 那會吸收血糖 那種 有的時候,那個人被吸乾淨也會吸收 對啊 可是其實還好 好 好 我現在大概到這裡 好 接下來我們第一個走的動作 我們是指齒滑 好